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元灯节的假面之夜 遇到了面带昆仑奴面具的英俊武士薛兆 太平一见清新 坠入了少女的甜蜜初恋 他们佩戴的昆仑奴面具是何物 太平公主 这是什么面具呀 黑不隆东的 鼻子还这么宽 面具摊贩 公子不知道啊 这叫昆仑奴面具 大海盗王世杰刚从海面那面返回一批昆仑奴 各个体重如牛 身高越丈 据说啊 还性情温良 踏实肯干 他们一到长安 就被那些贵族豪门瓜分殆尽 如今走在街上 能带两个昆仑奴保镖 是氏族少爷们最实心的玩意儿了 最终太平与薛道的爱情纠葛 虽然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 但昆仑奴在唐宋时期的确真实存在 那么昆仑适合罕易 昆仑奴又是何许人业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中 昆仑是个朦胧模糊的地名 到底在哪个地方没人说得清 有广义上的昆仑 有侠义上的昆仑 有大昆仑 有小昆仑 有东昆仑 有西昆仑 实在是让人云丽雾里 从史料记载上看 局部完全记载昆仑 至少就有十多处 不仅有国内的 还有国外的 国内的昆仑地点有 天山 巴延喀拉山 帕米尔高原 钢底斯山 喀拉昆仑山脉等等 总体上都是处于西域到中亚地区 国外的昆仑地点有 喀拉昆仑山脉 马来半岛 伊拉克地区 非洲昆仑层七国的 非洲马达加斯加 及附近的非洲沿岸等等 注意 国内国外都有 喀拉昆仑山脉 这是因为 喀拉昆仑山脉 覆盖面很广 中国 塔吉克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 有或多或少被覆盖 还有入选武侠小说 八大门派之一的 昆仑派 小说所记的昆仑派 是道教流派 因山而名 明末昆仑山 有其道场 闻名江湖 但实际上 昆仑派并非来自西藏 青海的昆仑山 而是起源于山东林青 以创始人昆仑大师的名号为名 昆仑大师正宗船流下的 弹腿石鹿拳 故约昆仑派 当然 这也与昆仑派没什么联系 当我们大致归纳昆仑是哪些地方后 于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昆仑派到底是来自哪个昆仑呢 我们已经知道昆仑派就是黑人 那么以上这些昆仑 能产黑人的就只有四个 都是国外昆仑 一 塔拉昆仑山脉 这个部分主要是指印度土著 它们皮肤比较黑 被误以为是黑人 二 马来半岛 东南亚的土著也比较黑 三 非洲昆仑层七国 这里是正宗的非洲黑人 四 伊拉克地区 这里本来没有黑人 但阿拉伯人从北非地区 掳了很多黑奴 极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 才运到唐朝来 难道说唐朝的昆仑奴 就是来自以上这四个地方吗 那也不是 首先就可以排除印度黑人 因为印度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贩卖黑奴的现象 从来也没有看到印度人被卖去当努力的器材 史书中范称 经非洲东岸 马达加斯加岛以及中南半岛南部 马来群岛树岛等区域的土著居民为昆仑 因为这些地区居民的外贸共同特点是 卷发于黑深 旧唐书南蛮传载 自灵异 近越南中部地区 以南 皆卷发黑深 通号为昆仑 所以昆仑也成为了若干民族部族的代称 分布范围比较广 主要包括非洲东部的尼格罗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色人种 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尼格利陀人 所谓昆仑奴就是代指的昆仑族人 但是非洲昆仑层漆黑人也不可能是昆仑奴 因为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没有到达过马大家斯加 根本就没有运黑奴的可能性 即便唐朝商船到达过马大家斯加 唐朝人也不可能主动贩卖黑奴 历史上没这种记载 我们知道 历史上贩卖过非洲黑奴的只有两种人 一是阿拉伯人 一是欧洲人 于是现在昆仑奴的来源就缩小到两个地方了 伊拉克地区和马来半岛 前面也说了 伊拉克地区本身没有黑人 但他们从北北地区掳了很多黑人过来当奴隶 阿拉伯人在与唐朝交往过程中 将一些黑奴卖到唐朝也就不奇怪了 唐朝那些打官贵人都是奴仆成群 但有黑人的昆仑奴却不一般了 这不仅仅是钱不钱的问题 更涉及到你有没有门路的问题 所以昆仑奴成为了网工贵族 达官显贵的悬浮指标 现在我们很多人对昆仑奴的理解 也基本上是认为来自非洲 再多了解一点的人会知道 昆仑奴是通过阿拉伯商人带到中国的 不过我想 唐朝的昆仑奴恐怕主要不是来自非洲 而是来自马来半岛才对 来自非洲的昆仑奴当然也有 但不是主流 主流昆仑奴应该是来自马来半岛 通过阿拉伯人将黑人带到中国 这条路径太遥远了 成本太高了 阿拉伯人在北非捕裂黑人 他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自己所用 当自己的奴仆 辛辛苦苦运到中国来卖恐怕不是目的 而马来半岛离中国较近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中国也十分方便 根据旧唐书《灵异国传》记载 自灵异以南 皆卷发黑身 通号为昆仑 灵异国大概就是现在的越南一带 这个记载就告诉我们 马来半岛的人很黑 是卷发 当时唐朝称这里为昆仑 昆仑奴的俏法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在唐朝时期七到八世纪 东南亚地区都是奴隶制小国家 把卖奴隶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将奴隶运到中国也很正常 这被当作是一种正常的生意往来 甚至那些东南亚小国将奴隶当作 朝贡品送到大唐 也是极有可能的 在《太平广记》中有记载 昆仑奴身材短小 水性特别好 这似乎也很适合东南亚沿海 或者岛国人种的特点 从唐代出土的黑人勇 和一些史料的记载 我们还可以知道 昆仑奴的标志性打扮 是斜披着脖带 腰上还横缠着脖带 穿着短裤赤着脚 这也很符合东南亚人的穿着打扮 在甘肃瓜州有个榆林窟 这里共有43个洞窟 洞窟内的壁画从唐到青 各带均有开凿和会速 其中第二十五窟是唐代壁画 在这里画着一个 骑青师的文书菩萨 旁边却站着一个昆仑奴 负责牵着青师作祭 这个画面是不是让人觉得 不可想象 十分挑真的感觉 其实仔细想想并不奇怪 唐朝时的东南亚各地区 佛教十分流行 比如当时东南亚的海上强国 施力佛士王国 也叫三佛齐王国 就是典型的以佛教立国 昆仑奴来自马来半岛 昆仑奴是佛教徒 并不奇怪 那么在文书菩萨旁边 站了一个昆仑奴 也就不奇怪了 现在我可以做一个结论了 唐朝的昆仑奴 主要是来自马来半岛 来自非洲的黑人数量 很少很少 据太平广迹中的故事说 唐德宗真元年间 七八五到八零五年 有一位神人为他人治病 身边有二位昆仑奴 为其操佩育做剂 每当他为患者治病时 就用手指在昆仑奴的手掌中 研磨画圈 不一会儿神人的手指 也就被染入黑漆了 用黑漆之处涂抹 在病人患处 病人即可康复 可见在当事人的想法中 就不同的肤色而言 昆仑奴的形象充满了神秘 奇幻色彩 有的昆仑奴也进行农业生产劳动 或是被派去做保镖 恶物和训兽师 也是他们擅长的工作领域 能力突出又踏实弹淡 难怪面具摊主跟太平公主说 这些昆仑奴们一到长安 就好评入朝 虽然养昆仑奴固然是 炫富的一种指标 而且还会干活 可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 根据自治通见的记载 说在武则天时期 广州的都督就被昆仑奴杀死了 由昆仑秀健直登听事 杀广州都督袁瑞 即左右十余人而去 武感亲者 这里所说的昆仑奴 无法确定是一人还是多人 当一下杀掉都督和十几个人 我估计不是一个昆仑奴干的 制造这起血案之后 昆仑奴当周入海追之不及 一个堂堂广州都督 就这样被昆仑奴杀死了 其他打官显贵被杀的事件 估计也会有吧 只是没被载入史册罢了 来自东南亚和非洲的 昆仑奴远渡重阳 被送去大唐 带着自己的文化属性和特色技能 与繁盛的东土文化相交织 相融合 成为了中西交通史上 不可磨灭的历史符号 成为中华文明 漫漫历程中的点点星光 或许在当时的长安 广州地区 百姓们见到一些 不同肤色样貌的外国人 也会像我们亲世一样 并不觉得十分稀奇吧 毕竟大唐果是长盛 与世纪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 都非常频繁 作为国际大都市 大家都爱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于昆仑奴的起源 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们 喜欢小婉 记得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